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這個叫什麼祈禱?記不記得嗎? 互動的祈禱 有沒有印象?互動的祈禱 其實在堂上講的和PowerPoint的就是考試的內容 希望大家記得這些 尤其我一些重複講的是非常之重要的 就是能夠時時活在神的愛中 心信我一愛神,神就歡喜了 我又會稍微重溫之前 為什麼我會重溫呢? 我想大家有深刻的印象 第一,討神喜悅是不難的 譬如,一講到一個題目,你知不知道為什麼? 我希望大家知道為什麼 為什麼呢?因為你將來幫助人 那些人覺得和神關係很難 好像做什麼都不…神都未必喜歡 這樣的時候,祂就沒有力 因為祂覺得自己不合格 經常都覺得不達標 我們怎麼知道土神喜悅是不難呢? 就是當我們真心悔改 天上就為我們歡喜了,對不對? 我們親近神,神就一定親近我們了 我們愛神,神就為我們預備眼睛 神經未曾看見,耳朵未曾聽見,人心未曾想到 尤其這些經文,我經常說的 我希望大家記得這些經文 考試都會很可能出現 大家能夠經常都記得,也懂得用 你愛神,神就歡喜了 將一杯涼水給一個小子,不能不得上次 聖經報告說到的,是因為你們是熟基督 這個在馬康福音九章四十一節說的 因為你熟基督,而將一杯水給你 這個人是不能不得上次的 就是因為做在基督徒身上 或者做在不信者身上 想他們信耶穌 這個討神器用是不難的 還有,神是極度愛我們,充滿感情 從不同的經文看到,神是充滿感情 神是和我們有一個很深的聯繫的 就是這個發揚神屬性查經法 這個希望大家記得 在經文找出神有什麼屬性 就是好像耶穌對那個女人說 女兒放心,你的信救了你 你能否覺得這裏有什麼屬性呢? 是的,神看我們是子女 他有一個為父的心 接立的心 歡喜的心 以及關心我們的情緒 他說放心,不要擔心,不用怕 由你的信救了你 即是說你一信我就可以了 跟神建立關係是不難的 而我們愛神和討神 神愛我們和神喜悅是不同的 神愛多少人呢? 信靠親近遵從的人 聽祂說的人,神是喜悅的 而神的喜悅是有程度的 譬如大衛是合神心意的王 神喜悅祂的 也看到在舊的新約 也看到有些人物是特別神歡喜的 譬如摩西 神說你在我眼前蒙恩 你所求的我會英韻 他在神面前蒙恩 神歡喜的 大衛也是 神說三樣災人你選擇 他選擇一樣就是瘟疫 因為這個在神的手中 他說神總有憐憫 從此到最後他就去獻祭 獻祭之後天使又停止了 即是情罪減少了 所以他知道在神那裡 總有足夠的恩典 這個就是 即是看到神是充滿憐 對我們有這種連率的心 關懷的心、愛的心 如果說到神屬性很多方面 我現在稍微說一些 讓大家有些印象 即將來你找到經文找到些什麼 第一最主要是愛 而愛的對比是聖結 神的聖情也是聖結 有些人不明白 如果神那麼愛我們 為何會有地獄 為何神會懲罰 為何神會擊打以色列人 為何會有這麼多事情發生 因為神也是聖結公義 祂是可以懲罰的 神也是在我們生命中有奇妙計劃 這些是祂的屬性 祂是很想在我們生命中有奇妙計劃 祂也知道誰人愛祂 那些人愛祂是會祝福的 祂會有個奇妙計劃 提升我們的生命 祂會供應 祂會給我們足夠的資源 足夠的能力 足夠的恩賜 以及機會去整個生命發揮 祂是想找這樣的人 神有一條道路 在整個世界的道路 祂是找些人走在這個道路上 那哪些人走到這個道路呢 就是信靠親近遵從服侍祂的 即是願意看重神的事 我希望大家都有這個心 看重神的心 因為神掌管一切 萬物都在神的手中 一切的權並榮耀 能力都在神的手中 所以誰真是心走在神的路上 那些人呢 神就會供應一切的資源 但有很多人只是想信耶穌 想得救 這件事是神是歡喜的 但是他對於神的事 人家得不得救 他又不關心 這樣的時候 這個人 神總是有喜悅的程度 程度是不高的 所以我們知道 我們越聽神的話 神就越喜悅了 我亦都講到幾種祈禱的方式 恩典的祈禱是由哪裏至哪裏 由神到我們 神在愛我們 在宣告 耶穌現在愛我 耶穌喜歡我 耶穌歡禮我 耶穌關心我 耶穌祝福我 這些都是聖經有講的 然後我們向神那些叫什麼祈禱 敬拜了 我愛神 我感謝神 我歡喜神 我加一些感情下去 我歡喜神 我捉住神 我需要神 我倚靠神 我欣賞神 然後第三種是什麼 互動 就是我一祈禱神 神就喜歡 神一定是有講到的 當然人心不正 神是不會真正的喜悅的 如果他心是單純 我愛神 我感謝神 我想祝福人 我想關心人 這個心神一定喜歡 就算他不夠強 但他心向著神是正的 神一定喜歡 當然喜悅的程度 都是有不同的程度 他越關心神的事 神就越起越 越是尋求神的最高策略 神就越起越 然後第四種祈禱是什麼 偉身 在祈禱的時候 神啊我願意將生命給你 我聽了你說 我願意向這個人傳呼 我願意祝福他 我願意祝福他 這個偉身的祈禱 心靈誠的祈禱 我們的心靈包括什麼 魂與靈 魂包括什麼 思想 意志 感情 我現在重溫這些 是重點 希望大家記實 這些 很大可能在考試出 大家知道 你留心聽 基本上你已經可以一定合格 整個思想認同神是最好的 意志 我決意跟上神 第三 就是感情 和神有感情 然後就是我們 靈 整個靈 魂就包括思想意志 感情 由我們的靈 整個我們與神相交的靈 我們就 平衡恩典律法 這一點是非常重要 是我的教導非常重要 為什麼呢 因為很多人 神只是 吩咐人做什麼 叫人做什麼 批評人沒有做什麼 這樣的時候 就只是律法 我們發覺在新約 神是用 新約、舊約也是一樣的 神是用恩典推動人 去聽祂的 遵從祂的 尤其在新約更加明顯 舊約也很多 也說有恩惠有憐 不輕易發怒 不長久窄備 聖經很多時候都說 得赦免其過 遮蓋其罪 此人是有福的 說到神那種 人為何渴慕祂 渴慎神 神真是美善的 也說是美善的 是慈愛的 是公義的 是很大的恩典給我們 這些都是恩典推動 而我們發覺 聖經吩咐我們做任何事情 都是有恩典推動的 為什麼祈禱呢 因為神是喜悅 神一定會聽 未求以先 祂已經知道 祂就會祝福 這些我希望大家放在腦裡 為什麼呢 你鼓勵一個人祈禱 你不要只說 你記得每天都要祈禱 他就記得好像有些吩咐 但如果我們說 神是很喜歡我們祈禱的 就好像小朋友去和爸爸媽媽聊天 爸爸媽媽是很喜歡 他很疼我們 而祂有個奇妙計劃 你未說的話 祂已經知道了 祂已經關心你的事情 就好像約瑟 約瑟去埃及 祂根本不知道路是怎樣的 但是神已經預備好了 不是祂求回來的 是神為祂預備好 我們的生命是一樣的 其實我數回我的生命 很多很多事情 都不是我求回來 一點都不是我求回來的 但是我們祈不祈求呢 我們應該祈求 但是如果你看主通文 祈求主要就是 願你的子而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就是神的心意行在地上 不只是求自己的心意 而神的心意行在地上 聽他說的人必定蒙福 所以你一定會蒙福 我們一樣可以為自己的需要祈禱 你的病 你的不舒服 不過我們就不用一天 說很多次 不用整天說 不是說多些 就會神日聽 有些人就會這樣 他跟我說 他說 牧師 我有這個問題 你告訴我 你怎麼祈禱 我就告訴他 不是最重要 你怎麼祈禱 是最重要 你跟神的關係 你跟神關係好 你愛神 你喜歡神 你做神 你跟神吩咐 他自然會祝福你的 你越走在神的路 他自然會祝福你的 你可以祈求 但你不是說 我要說這句說話 神才聽 我講這句就不聽 沒有這件事的 不是那句說話 是心 跟神的關係 所以這個平衡恩典 首先我們深信 神有很多屬性 祂是總之 次計劃 祂是會加力量 祂是會給我們足夠的資源 祂一定會提升我們 祂會欣賞我們所做一切 祂會賞賜 祂是為我們預備天堂 這些都是神的屬性和恩典 屬性和恩典有什麼分別呢 屬性就是祂的性 性情 即祂的愛 祂的憐憫 關心 接立 智慧 聰明 祂的完美計劃 這些都是神的屬性 恩典是甚麼 祂做在我們身上的 祂如何為我們預備計劃 如何救我們 關心我們 醫治我們 安慰我們 神的本質就是祂是一個醫治的神 祂本身是如全的 喜樂、平安、充滿恩典的 所以祂來到哪裡 那些人就得到醫治了 這個明白神的屬性 以及恩典推動 但有沒有律法呢?有 聖經是有律法的 律法是提醒以及警告 告訴我們做甚麼 以及警告 我們基督徒應該是恩典為主的 聖經是很清楚地說的 信著情欲殺種必從情欲收敗 一定 信著情欲的呢 隨便見到誰 而聖經是很親熱 甚至有聖關係 整個生命是有 總之隨意的 一定是順著情欲收敗壞的 如果信從聖靈 必從聖靈 收永生 以及不要再犯罪 恐怕你遭遇得更加厲害 犯罪是會遭遇得更加厲害的 雖然求主赦免神會赦免 但赦免之後 罵完人的關係都會破壞 所以我們知道 律法有提醒 告訴我們做甚麼 提醒我們不要做 以及警告 譬如聖經有說到 奸淫、污衛、邪蕩 這些人是不能承受神的國 那甚麼意思呢 就是這個人在罪中 不悔改 是不能承受神的國 就不是說你犯過這些罪 你不能承受神的國 你犯過這些罪 你真心悔改 而離罪 而很重要的是悔改 不是只是 告訴神 我知錯了 求你赦免我 悔而改 憎恨罪 這個鑰匙 聖的罪 就是我憎恨罪 我知道罪的破壞性 所以我決意離開罪 即是真心悔改 離開罪 神一定喜悔 但如果在罪中而不悔改 他一定 今生會收到敗壞 一定有相當程度的敗壞 譬如他很任性 他和人的關係一定有問題 家庭一定有問題 他一定會收到一些後果 但是越聽神的話 我們就越堵住破口 而這些破口 有時 不一定要很大才有破壞性 我講一個例子 譬如 有時人做錯一些小事 譬如說 一個牧師 他隨便傷害一個人 譬如他當時情緒化 那些說話 可能未必是很強很強 但是一些人對他失了信心 那件事不是大到很重要的 不過因為對他失了信心 所以影響了整個教會 即是人可以這樣 或者你負責的小組 你隨意發脾氣 一下子發脾氣 然後那些組員 不信任你 走了很多個 後果是自負的 所以我們知道 犯罪一定有那個後果 我們就揭力保守 揭力保守自己的思想言語行為 一隻在裏面和外面 整個生命保守 走在神的路上 神是會祝福的 剛才說到這個 律法的警告和提醒 不過我們不是經常說 死了死了 哎呀 我一說錯話又會怎樣 我有不好的意念又會怎樣 不是經常這樣 而是我聽神的話 神就喜悅了 我心經常以神的事為念 神就喜悅 用恩典推動人 我再舉些例子 譬如 古禮人 我講完為人祈禱 古禮人祈禱就是說 神喜悅的 神一定會回應 你未求以先 神已經知道了 古禮人看聖經 全世界沒有 一個地方有這個 這麼完美的智慧 你跟著來走 你一定蒙福的 全世界是沒有這樣的智慧 但是唯有聖經 是有這個智慧的 而神的話語是會發出 會成就祂做的事 不會徒然返回 所以我們宣講神的話語 一定有果效的 譬如古禮人 師奉神 你做在一個小子身上 就是做在耶穌身上 耶穌一定祝福你 一定賞賜你 你給一杯涼水 都不能不得賞賜 何況你帶人信耶穌 你救了一個靈魂 是不是幾大件事 你的心 整個心比神 是不是幾好 這樣你鼓勵人士奉 就不是說 律法就說 你沒有做在大英身上 你就落 維波紀 和他使者預備的火狐 這個都可以 不過這個就是一種警告 難道人們說 哎呀 我不侍奉就落地 我一定要侍奉 這樣就很害怕 有一點大家要分清 我們不是靠行為得救 千萬不要靠行為得救 我們信靠耶穌得救 不過信靠耶穌 聖靈在裡面住 我們就有一個新的生命 這個新的生命 自然就會知罪 這個問題是我們聽不聽話 即明知道罵人是不好的 不要輸人是錯的 淫念是不好的 貪心是不好的 看小人是不好的 聖靈會提醒 越親近神就越提醒得多 的那麼多意念 譬如有時候人會這樣 啊 榮耀歸比主 一直說的時候 其實心就 哎呀 今次很厲害 很厲害 事報都很厲害 聖靈就提醒 因為我自己都試過這樣的情況 聖靈提醒我 我真的說 神啊 榮耀歸比你 是你做的 是你做的 求你幫我一點都不好 心不要覺得我自己厲害 不要覺得自己厲害 什麼都是神的 就是的那麼多 小小的意念 聖靈已經會提醒了 問題就是我們有多敏感 神的聲音 當我們敏感神的聲音的時候 我們就會能夠走到神的路 就是說 這是另一個推動力 你看神多疼你 我們多不聽話 譬如你普通人 不聽一個人說 不聽得十次 人家都開始不想教你了 人家不想幫你 但是我們不聽神的話 都不知道不聽幾多次 但是聖靈依然這麼耐心 所以就看到神的耐心 去鼓勵我們 鼓勵我們 對人有耐心 神對我們這麼耐心 我們更加應該對人有耐心 即是可以說 任何一件事我們做的 都有恩典和原因 去推動我們去做的 神所吩咐的 譬如說 遵從神的戒命 聖結 有什麼推動力呢 在罪中 神是不喜悅 你走在聖結的路 是神是喜悅 神就與你同在 神就祝福你的生命 神就 你的生命 就是榮耀神 你越是榮耀神 在那裡 我們結出果子 神的命就得著榮耀了 有不同的方法 我們從聖經去找 去鼓勵人 去如何從恩典去推動 OK 好了 我們講第二點 《興生德聖》第二點就是 神是供應我們一切需要的 信靠親近的人 聖經是講到 供應他的兒女 不過特別講到 先求神的國和他的兒 先求神的國是什麼意思 想多些人入天國 全福音為人祈禱 想他得救 第二 讓耶穌作王那裡就是神的國 你的心是不是神的國 有些人的心是什麼國 是電視的國 電影的國 遊戲機的國度 但是我們讓神作王 神就喜悅了 你的心 真的整天都是想神的東西 我發現有些基督徒去喝茶 就談 談的話題全部都是 吃啊喝啊 去哪裡玩啊 穿什麼衣 買什麼衣 是很少提到耶穌的 有些基督徒呢 是很少 甚至怕提耶穌 驚著提耶穌 別人說 這個怪人來的 經常都說耶穌的 但是我們說耶穌 不用怪的 其實呢 我們生命經常都 看到耶穌這麼多美好 就算這東西好吃 真是好 神做這東西這麼好吃 我們不用說教式的 我們就 看到東西這麼好吃 哇 這些花這麼美 神真的設計得很美 就這樣已經是榮耀神的 也有很多地方 神怎麼幫我們啊 神怎麼幫某一個人啊 我們越 親近神 越是奉神 就越多這些經歷 好了 這個就是 先求神的國 和愛神 神一定為你預備 你想也沒有想過的事情 那第三個要點呢 就是 如何進入神的完美計劃 神已經 個個都有完美計劃 我們個個都有 這裡每一個都有 不過不是個個都入到 我希望這裡個個都入到 如何入到呢 羅馬斯十二章到二節 將身獻上 就是整個生命獻上給神 不要效法這個世界 心意更新而變化 就能夠測驗 神的善良 順存可惜的旨意 測驗就開始了 測驗 神的善良 良善的 順存是完美的 沒有掉漏的 你越走在神的旨意 你就越是 你走每一步都是沒有錯的 還有 喜悅的 神喜悅和人喜悅的旨意 當我們 真心將生命獻上 神就將最好給我們 其實這個是最穩妥的 大家都想你的生命是 走出來 大家沒有後悔 很開心的 那這個是 你的心就是 神我願意給你 我聽你的話 神會帶我們 你的心願意 神會帶你 亦都會叫 適合的人配合 那就是 不同的身份 一起配合 如何發揮我們的生命 神都會對我們每一個人說話 譬如說 首先我們周圍的人 我們如何祝福祂 為祂祈禱 傳福音 如何跟祂聊天 這些神都會帶我們 然後慢慢高層次的事奉 一步一步 提升我們的事奉 是可以去到策略性 譬如我現在的事奉 我去到外國那些 和直播那些 我主要目標是 教目 因為我覺得這個是策略性 是重要的 還有 神都給我這個意念 就是我如何復興香港的教目 能夠帶動香港的復興 去影響這個世界 我都是 在尋求神的心意 我又感謝神 在我周圍也有些人 是有些先知性的恩事 譬如這個教會 一定有這個人 這個人 將生命獻上 真是很單純的心愛主 你從神領受 更高層次的計劃 還有 你越安靜等候神 你越能夠去到一個 高層次的和神的關係 譬如在網上 你看到王全道三脈王 然後葉牧師 他經常都上天堂 他真的看到神的策略 這些都是我們 進入神的計劃 我們的生命 先求神的國和祂的義 這一切就交給你 神會給你足夠的資源 走到神的路 我都求主祝福這個教會 讓這個教會裡的不同恩賜 牧師的帶領 有先知性的人的配合 如何領受神的信息 然後各弟姊姊妹 領受不同的恩賜事奉 這樣的時候 這個教會 可以去到一個很高的層次 不單止這個教會好 我們時事都要天國為念 我們如何祝福第二個教會 祝福全香港的教會 祝福世界的教會 如何去宣教 如何去激勵更多的教會 這個都是我的心 我都希望和阿珍牧師 多些合作 這方面 將來帶動更多地方的 復興和更新 這個神就喜歡 神喜歡的時候 這一切就交給你 祂就會給你足夠的資源 當你這樣想 其實很興奮 前後路是很好的 我剛剛重溫了三堂 希望大家會記得 好 我們今次第三點 第四點是非常重要的 不要被人和環境影響 可以說這是很多人的死穴 很多人都說 哎呀 那些人激到我不得了 哎呀我沒有心機 我不開心啊很煩惱啊 可以說 其實是人都有被人影響過 以及被環境影響過 一定有的 問題多還是少 那怎樣不給他影響呢 這就是一個很重要的鑰匙 我自己在經歷四年充滿1998年的時候 真的很大震撼我 令到我深深覺得神真是好 可以這樣經歷神的愛湧進來 然後我就 後來沒多久我去宣教 真的很神奇 其實我有機會帶一些影片給大家看 有些網上有 有些網上沒有的 因為有些是敏感國家 我可以帶來給大家看 我都很驚訝聖靈的工作 我很感謝神的工作 很歡喜 很欣賞 經常都想保持在這個喜樂裡面 而在我初期的時候 我跟一個人說到關於這個經歷 但這個人在電話裡說 但他不喜歡 他不喜歡他就發脾氣 發脾氣之後收了線 我的心很不舒服 我祈禱沒有了喜樂 那時候我祈禱也有喜樂 一想到耶穌 對現在也是一樣 一想到耶穌便是喜樂 但是那時候 壓著心 沒有了喜樂 聖靈馬上感動我 需要處理 我便想一下怎樣跟他說 我又不是錯 但我可以說對不起 如果我令你不舒服 對不起 但他也是一樣不開心 聖靈就給我這個意念 我處理了就放手了 不用理會 我處理了 他不接受是他的問題 然後我祈禱又起落了 聖靈就提醒我 以後有些什麼影響你 什麼人影響你 都一樣這樣處理 可以說這是一個非常難 但又不是真的難的一件事 一會兒會說出一些秘訣 我多謝耶穌 神給我特別的恩賜就是教導 神會下載給我的 怎樣去處理人的問題 有不同的方法 加上我太太旁邊的智慧 和不同的人 我接觸了很多人 聽到不同的意見 或者有時候人會輔導他們 他們給我一些回應 讓我加增更多的智慧去幫助人 這一點就是 如何不讓負面的人影響 因為人很多都是負面的 我們一起讀 有耶穌幫助我 我必不懼怕 人能把我怎麼樣 這個經文很簡單 有耶穌幫助我 我就不用怕了 人能把我怎麼樣 人有多厲害 人算什麼 人有多厲害 不過人總是很介意人的 很覺得 很覺得人家不喜歡我 尤其是學生時期 一被人排斥 他就覺得很沒有價值 很害怕 所以如果我們中間作父母 一定令到小孩子 從小時候覺得被愛 你是寶貴的 在教會裡面建立 人際關係 從什麼年齡都建立 人際關係 讓他們有自信 我是一個寶貴的人 我能夠和人相處 但他上學的時候 未必那麼好 因為教會的人會有愛心 上學有些人會笑他 他學習 分辨有些人 他專門喜歡說不好的東西 神給我這個意念 這個世界上不信的人 和甚至有些信了耶穌的人 都被魔鬼使用的 就是他會說一些傷害人的說話 就算基督徒也有時候會 有時候少許的動作 少許的眼神 就是令到你覺得不舒服 這個也是可以給魔鬼使用 就是令到人受傷害 但人就是被這些影響了 有一個人 他那個什麼叫做 那本書叫什麼 是 《沒後爭戰》 在網上可以下載的 這本書講到什麼呢 他講到看到他末世的異象 他說 其實在末後的日子 我們要和魔鬼爭戰 要將人從魔鬼的手中救出來 但是有幾種基督徒 一種是經常玩的 根本完全都不覺得是爭戰 都不覺得是要拯救人 於是就在那裡玩 好了 有些就是爭戰 想去救人的靈魂 不過呢 他的規格都穿了孔 被魔鬼射到穿了 而且有很多人 就有邪靈背著在身上 即是一些基督徒 他就會套些東西出來 傷害人 甚至基督徒都會 你都不夠熟靈 你都做得不夠好 然後當這個人一跌下 還去踩他 他已經說了你 整天都不聽話 你現在跌倒了 即是總是去傷害 他不知道其實他在做魔鬼的工作 這個其實也是律法和恩典的區別 有些人經常都是用律法的 經常都告訴別人 你要做什麼 你做得不夠好 你做得不夠好 神不喜歡你 這就是律法 很容易變成踩人 但用恩典是不重要的 用恩典就是好的 神很愛你 你愛神 神就歡喜了 雖然你現在軟弱 不過你一靠耶穌 倚靠他 一開始 神已經喜歡了 你任何為神而做的動作 神都喜歡的 你關心別人 神又喜歡的 神一直在祝福你 那就提升他 好了 他一軟弱 彼得也有軟弱 但耶穌說 我已經為你祈求 叫你不至於失了信心 你回頭以後 你見過你的弟兄 耶穌也是跟你這樣說 他說我已經為你祈求 叫你不至於失了信心 你回頭以後 你就堅固人了 你立即回頭 神就歡喜了 好像浪子回來 爸爸就抱著他 又疼他 天父也一樣 那麼歡喜你的 這個是恩典推動 但這個世界很多人 是律法推動 總是踩人 於是有些人 我相信大家都聽過 有些人不回教會 因為在教會被人傷害 因為回教會有些很不好的經歷 於是他覺得 基督教 可以變成一個極度legalistic 即是律法主義的群體 可以 其實有些人都是 很legalistic 很律法主義的 其實聖經 你看耶穌真是耶穌 對於基督徒 永遠都是鼓勵 給他機會的 給他盼望 就算他沒有信心 他說你有信心 還有一顆芥菜種 你都能夠移山 即是一方面 他會告訴你 你沒有信心 但他立即說 即是給他盼望 你有信心 還有一顆芥菜種 都能夠移山 即耶穌不會說 你一群都沒有信心 你甚麼都做不到 你看我升天 那你們怎麼辦 耶穌不會這樣說話 耶穌永遠被人盼 我就常與你們同在 直到世界末了 你留心看聖經 亦都有一個方法 我鼓勵大家 記住聖經 這個會幫助你的 因為我以前讀神學 就很著重 分辨律法和福音 那我就記住 我自己記住 即是用這個方法 紅色就好像耶穌的補血 即是你買了一些 黑lighter 紅色的恩典 神的 對我們的祝福 恩典 藍色相反 就是警告 懲罰 綠色 就是我們應該做 好像綠色的樹葉 成長 當你習慣了一個後果 就是你一聽到 看到聖經甚麼經文 立即知道 他是恩典還是律法 還有一聽人說 立即知道 他現在正在用律法 他現在正在用 一直在說 人 立即會聽到 他自己不斷用律法 立即知道 立即知道 很多時候 我們有時訓練 一些人輔導 那 就 怎樣安慰他 那些人就會說甚麼 你繼續祈禱 多些祈禱 我問他這句說話是甚麼 其實是吩咐 多些祈禱不是鼓勵 是吩咐 不是錯 不過這個是吩咐 我們知道這個是吩咐 如果你經常有人告訴你 你多些祈禱 多些悔改 認罪 遵從神 適奉神 記得了 你只是覺得被催促 甚麼是鼓勵 你一祈禱 神就會歡喜 神就會回應你的 神就會祝福你的 那些人就覺得 被鼓勵 我做的事是有果效 神是歡喜的 所以我們分辨到 甚麼是鼓勵 我先說甚麼 這個人的書 《末日爭戰》 他就說到有很多 甚至是基督徒 他身上背著邪靈 不一定是邪靈附體 可以被邪靈影響 大家有沒有見過教會 開會 不過如果你只是在這個教會 你不知道 有些教會開會 是會吵架的 你知道嗎 是的 有些人在教會 很出名的吵架 因為有些跟你的意見不同 他就會吵架 這些其實就被魔鬼用緊 即是說 不只是非基督徒 基督徒都會傷害人 我們知道的時候 我們就打定預防針 預防了人會說一些傷害性的說話 就不要看得那麼重要 分辨 這個分辨的能力很重要 譬如有個人一說一些攻擊性的說話 我一聽到我便知道 他現在正在攻擊中 為甚麼要攻擊 我講一個實際的例子 有一個傳統的宗派 裡面有一個牧師 他是開放聖靈的 他是很認識我的 他請我在他教會 做了一整年的聖靈聚會 亦都在我初期經歷聖靈 這個牧師很接立我的聖靈充滿 他就介紹我認識的一個人 這個人是一個生意人 但是他做生意很成功 他就有一個報道的恩賜 他報道恩賜 然後他亦都去不同的地方做報道會 他的生意成功 很多人就去聽他說 帶了很多人相信耶穌 這個牧師跟我講 他說這個人你認識一下 他可以和他一起去宣教 我跟他一起去 去到那個教會 就介紹我認識的牧師 然後結束了聚會 就跟他聊聊天 我說一下我做的工作是什麼 我說我會訓練 教導 復興人的生命 這個基督徒聽完很不舒服 或者牧師不舒服就未定 或者他不舒服就未定 他就找那個牧師跟我三個人一起坐 找那個介紹的牧師 一起坐 他就跟我說 他說 耶穌師 這個大教會的牧師 他有多少人 你說你去復興 你復興他們嗎? 你可以復興他們嗎? 我一聽我已經分辨到他在控訴 我立刻已經知道 不需要和他爭辯 我就由他講 不去和他辯論 不去和他爭論 到最後的時候 我都不記得 實際我都不記得當時說什麼 但總之說一些祝福的話 然後他走了 這個牧師就跟我聊天 他說 耶穌師 你真的很厲害 他這樣說你一句都沒有反彈 你一點都沒有生氣 沒有反彈 這個就是神給我的教導 就是人家攻擊不要緊 但是這個牧師覺得很不舒服 他幾天就找回那個人 那個人也不舒服 就找回我們一起和好 我今次回來香港 我都找回那個牧師 跟那個牧師說 我不知道那個人現在怎樣 他說現在他很病 我說如果他願意 我都可以跟他聊天 因為我有時感覺 別人傷害我 我會關心他 他會不會因為傷害我而內疚呢 我又不想他內疚 我會走回頭去 願意去做一些說話 做一些事情令到他覺得舒服 不要緊的 這件事沒有影響我的 這就是不給別人影響 我選擇 我分辨到之後 我選擇 他說什麼呢 我完全是不進入 他說什麼 你復興不到人 我不用跟他爭論 這件事神會分辨 我不用跟他爭論 這樣的時候 他不覺得我跟他敵對 這就是說 有爺爺幫助我 我聽神的話 神一定幫助 我必不懼怕 人能把我怎麼樣 這個觀念很簡單 很簡單 是人都可以明白的 不過我做不做得到 我用個例子 你回家被人罵的時候 你能不能說 他都有軟弱的 不要緊 他罵我蠢 我不會變成蠢的 他罵我沒有用 我不會變成蠢的 他罵我什麼 不會實現的 是耶穌的話才會實現 他的說話不會實現 我放在心上就不會實現 我放在心上就會實現 我放在心上就會實現 不過很多人很喜歡把這些說話 捉了 吞了下肚 反覆思想 反覆思想多久 幾年 幾二十年 一輩都反覆思想 有些人很多年之後 他告訴你 你那時候跟我說這句說話 我好生氣 其實真的 是不是很大傷害 為什麼人這麼容易受人傷害 因為我們從小到大 習慣了 人是我們的依靠 小時候媽媽 兄弟姐妹 好朋友 同學 回到教會是有基督徒的朋友 所以我們習慣了是有些人對我們好的 但總有些人對我們不好 當遇到的事我們就很難接受 但當我們明白 不要緊的 他拿不走神的恩典 拿不走神的計劃 這樣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放手 放手也有過程 一會我會講一下過程怎樣 我會講一下 敵人攻擊轉變為轉機 史編二十三篇第五節 一起讀 在我敵人面前 你為我擺設賢直 你用油膏了我的頭 使我的福杯滿日 即是敵人面前 神為我擺設賢直 我在敵人面前得勝 神叫我能夠得勝 所以我不受他影響 我可以平心靜氣 完全是輕輕鬆鬆的 敵人的轉機 就是神為我擺設賢直 恩典又用油膏了我的頭 那我就有風性福杯滿日 大家看得到 這個敵人的問題 但是轉機神為我擺設賢直 你為我擺設賢直 你會給我有風性的恩典 用油膏了我的頭 就像那些先知、祭司、王 那樣高活我們 有聖靈高活我們 叫我們福杯滿日 即是我滿了、捨了 我不用受那些人影響 還有詩篇 阿密爾賽書六五十一章十二節 一起讀 唯有我是安慰你們的 你是誰 竟怕那必死的人 怕那要變如草的世人 神是安慰我們的 我們為何要怕那些必死的人 他會變為如草的世人 他們沒有權兵的 神要拿走他的東西 一下子可以拿走 譬如好像 這個就是我們的解釋 李小龍在他最旺的時候 其實他的前途可以很厲害 但他那套電影叫做死亡遊戲 他想都想不到 他自己連套戲都還沒拍完 這個可以是神的 告訴世人 他算什麼呢 我有這樣的機會 我在外國的時候 有一次我們住的宿舍在大學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 有時候學校會跟我們說 有些人來這個區旅行 或者他做了一些宣教 或者基督徒群體 我們是在基督教的大學那裡讀的 你可不可以你的房間給他住一晚 當時就有一個弟兄來住 是中國人來的 他跟我說 他說我小時候已經認識了李小龍 然後我後來大了見到他 跟他切磋一下 他一腳踢過來 我飛了十尺遠 即是沒有得比 他跟李小龍說耶穌 李小龍說 好像我這樣 我需要聽耶穌嗎 因為他覺得他自己很厲害 但在神的眼中這一切都是虛無的 即是神又讓我有這樣的機會 認識到這個人 只是說 為什麼怕那些人 不要緊的 但這個需要過濾 我可以分享給大家知道 我真的試過在我人生中 試過有不同的人對我傷害 甚至最近都有 人總有的 不過我越來越快處理 我第一個很大的傷害 就是在我第一個侍奉 剛剛開始做牧師的時候 有一個童工 他背後說我 並且跟我太太說 我太太就讓我發脾氣 然後令我很大的壓力 也有很多年 那時候還沒那麼快處理到 但我那時候學到什麼習慣呢 就是呼求神 洗澡什麼 神啊謝謝你 神啊你幫我 神啊你幫我 就是我開始有這個習慣 同時我開始習慣什麼呢 唱詩篇 耶我發是我的夢者 我必不知缺快 那我就唱了 很平安 很輕鬆 但平安的原因 遲些又來過 又來過 那我就發覺 處理了思想 都要處理情緒的 但這個過程我一直學習 我會逐步告訴大家 怎樣去處理的 很多人為什麼會受傷害 因為很多人相信很多謊 我們要明白 很多謊 不要相信 人罵我一定要罵他們 這個是謊 不是真的 人家做錯事 我一定要罵他們 我告訴大家 在那個Google Drive 在那裏 這個PVT 和我整理的PDF 都放了上去 所以你不用拍的 現在 你可以有全部這些圖片 還有我在那裏 也有很多圖片 不過 就不是全部 因為我經常都更新 經常都做一些新的 即這些是圖片來的 我經常都做這些 那我講到 有時候一找一找 出來就可以用的 很多人相信這些謊 人做錯事 我一定要罵他們 不是一定要罵的 可以問他們 你覺得剛才做的事 對人有甚麼影響 對你自己有甚麼影響 問他們 你是很寶貴的 你可以給神大大使用 你想要給神大大使用 這些方法 引導 問問題 是一個好的方法 就不是去罵他們 不合我的心 就要針對他們 他和我不同意見 我搞的 經常都和我敵對 不要緊的 了解他為何這樣想 我為何這樣想 我可以知道他為何 他又知道我為何 不過最後可能都不同意 不要緊 或者後來越來越接近 又好 我有怒氣 一定要向人發洩 有些人就 生氣 我生氣 一定要罵人 找人罵 如果沒有人罵 打牆吧 其實 有些心理醫治都是這樣的 找些枕頭給你打 你現在打 假想這個 你敵人打他 打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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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他出來 但這不是一個好方法 而是化解 甚麼是化解 其實這個人會傷害人 其實他很慘 他都受了很多傷害 傷害人的人 通常被罵過很多 其實他很淒涼 其實他是身不由己 給魔鬼使用 給他自己的罪性情使用 所以我不用這麼介意 我一直說的時候 希望大家想著一個人 傷害你的人 那你就應用這些方法 怎樣去化解他的傷害 還有人不和諧的時候 就會沉悶和生氣 不和諧是很慘的 但是呢 譬如你 假設你做工那裡 是不和諧 而 即是那份工 你又覺得你想保持 那你可以怎樣呢 你可以一路做工的時候 耶穌 雖然不和諧 但是我平安 興省 我對人和善 總會衝破的 有些人會接立我的 我靠著耶穌時事 讚美神 我就要喜樂平安 即是我要選擇 但有些人不是 是完全被環境影響的 哇 那些人這樣對我 哎呀 好慘啊 哎呀 上工廠死了 因為他受落了 這個謊言 什麼都受落了 當這樣的時候 關係越差 人更不能和人合作 不能解決問題 問題更嚴重 生命被破壞 所以當我們知道 原來我們一生 很多人都是被破壞 自從我經歷四年充滿 我發現神可以這樣使用 我就說 我可以讓神這樣使用 我就不想任何的破壞 我不想任何負面的情緒 負面思想 或者人的影響破壞 所以我就想全面性發揮 希望大家能夠應用到這個 因為這個是非常重要的一個教導 我們一起讀一下 創世紀五十章二十節 從前你們的意思是要害我 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 要保存許多人的聖命 成就今天的光景 這句話 若失能夠這樣說 真的很特別 他曾經被他的歌出賣 當時來說是很震撼 很傷害的事 但他是很親近神 所以聖經說到 耶華與他同在 他就百事順利 說到他在他主人的家裡的時候 是這樣的 是很特別的 若失的一個例子 就是他不被人影響 他深信神的恩典 他經常親近神 所以他去到耶華與他同在 他就百事順利 然後他找回他的家人 他是善待他們 然後當他爸爸死的時候 那些哥哥就跟他說 他說爸爸臨死跟我們說 你們要對我們好些 日失就哭 他說我不會害你的 你們的意思是不好 不過神的意思是好的 聖就這個光景 即是說人想害他 結果是神將他變為轉機 成為祝福 祝福他和祝福以色列人 這就是神的特別 神的計劃 不是一定說我們沒有困難 而是有困難也好 神可以將困難變為主機 那你深信這件事 其實人人都有 我自己經歷過不同的人傷害 但我總是說 不要緊的 不用放在心上 神一定為我開出路 只要我聽話就可以了 我聽神話就可以了 那我就 那我就讚美神 耶穌釋放我的靈 叫我起落 哈利路亞 哈利路亞 我想到那些不好 又馬上讚美神 神與我同在又起落 哈利路亞 那些不要想了 但我發覺這樣 處理了 第二天又來過 又處理 一路處理到 不再介意 不再有不舒服 情緒這件事 不是那麼容易清 思想可以清 思想可以說 不要緊 神會給我 但感覺總是會受傷害 這是需要醫治的 好了 怎樣處理人帶來的傷害呢 第一就是我們很寶貴 神卻簡選了世上如絕的 叫有智慧的收愧 我讀經文你可以一起讀的 又簡選了世上軟弱的 叫那強壯的收愧 就是我雖然我不及人 但神簡選那些軟弱的 如絕的 就叫那些智慧有能力的收愧 就算我不及人不要緊 我不及人厲害不要緊 我只要 我在中學時期 在我中學黃隱書院 我還記得一個經歷 在我方溫的時候 有一次我問老師 一個英文字 是past tense 我就沒有留意它是past tense 我又不記得 其實那時候全部都念了 不過我忘記了 我問老師 這個是什麼字 老師說這個是那個字的past tense 什麼字我都忘記了 當時有個同學 轉過來看看我 以一個非常之懷疑的眼神 有沒有搞錯 這個字也要問的 這個眼神令到我 覺得這些人很厲害 因為我自己在小學 是整天都是數一數二數三的 但去到中學 是完全不同的 我心裏面就有一種 好像覺得不被接納 地排斥的感覺 其實在中學時期 都幾大衝擊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這些衝擊 那些同學很喜歡笑人 經常都找我來做笑話 經常都捉著我某些東西來笑 所以當時我自己都想過 是不是我要笑回他們 要反彈回來 但是當時我還沒信耶穌 我已經覺得我不想這樣 這個都在過程之中 是一個辛苦的過程 但是我當時就有 有個同學很好的 還有一班一起 我們就整天一起 就是我變成一個圈子 整天都是那一班同學 又不是單是那一班 不過主要是那一班 這個其實當時對我 是一個影響 但是當我信耶穌之後 我就去到教堂第一天 就講完訊息 那就分組 分組的時候 我的感覺是什麼呢 我講話的人不會聽 因為在學校不聽 那些人不聽 我沒有興趣聽 那時候我感覺很被接納 那感覺是很不同 而慢慢我看到 就是我們個個都很寶貴 所以我們要告訴自己 我是寶貴 亦都告訴別人 你很寶貴 你個個都重要的 個個都可以發揮 只要他聽話就可以 他聽神話就可以了 所以這個就是說 不要緊的 就算我是失敗者 無力也好 我拔著耶穌一定有力的 這個就是提升 提升我們的價值 提升我們在神裡面的能力 除了一切控訴 即是人力控訴 不要緊的 誰能控告神所簡算的人 神已經稱他為義 誰能定我們的罪 耶穌已為我們死 現在從死裡復活 現在在神的右邊替我們祈求 神已經 赦免我們一切的罪 沒有人能夠控訴我們 好了 處理人際的問題 我們一起讀羅馬書15章3節 很特別的經文 因為基督也不求自己的喜悅 欲罵你人的欲罵都落在我身上 這個經文很好 其實我們留意看經文 會留意到這些經文 很多人都讀過羅馬書 讀過很多次 但沒有留意這個經文 大家看看 為何沒有留意到 將來留意一下 為何細心讀聖經 這裡說到 基督也不求自己的喜悅 而罵我們的人的罵 那個欲罵就落在他的身上 即是說 那些人罵我 其實耶穌受落了 所以我們不用那麼介意 他們其實是傷害耶穌 耶穌會祝福我 我聽耶穌說 耶穌一定祝福我 所以有人罵我 是不重要的 但我們的心都會不舒服的 我們就學 我是神喜悅的 神喜歡我的 神會給我的 所以我不需要介意 下面 你不可為惡所勝 反而以善性惡 他對我不好 我為他祈禱 我善待他 凡因你們是屬基督 給你們一杯水喝的他不能不得上次 如果因為你是基督徒 而做在你身上的 神一定會祝福的 我們就做在人身上 經常做在人身上 你自然就會有更多好的朋友 我們每個人都有垃圾 被人傷害過的 你發覺裡面 還是被哪個人傷害 還生氣哪一個人 還介意哪一個人說的 我們就要把那些垃圾化解了 然後清理 你就這樣清理不行 你要化解了 不要緊的 他傷不了我 他講的話 不要緊的 把他拆開了 拆開了 倒了它 這樣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不再被這些過去的事情影響了 如果在街上有個瘋狂 你會不會生氣很久 不會 因為他瘋狂 世人 不是瘋狂 不是每個人都瘋狂 不過世人每個人都是罪人 所以每個人都會傷害 其實是類似的 那你不要告訴別人 你說你是罪人 而是我們知道 我們也不是遷就他 我知道人是罪人 所以我不用介意 不用放在心上 就好像 那瘋狂狂罵完你 你走過了就算了 我試過 有些這樣的經歷 譬如好像一隻星我講 那個人一直告訴我 他一直告訴我 我一直看著他 一直看著他 他的說話一直飛過來 我一直說 不要緊的 我已經學到這件事 或者是有些人傷害我 我一分辨到 我立刻心中說 不要緊的 我不用介意 我是想想怎樣去回應他 就是我不用去介意的 所以呢 當我們明白 人都是罪人 我們就不用這麼介意了 其實傷害我們的人 都受了很多傷害 因為神喜歡我們連率他 我們憐憫他 因為神就喜歡了 你見到那個傷害的人 你見到那個傷害的人 譬如我知道我其中一個親人 經常罵我們 經常罵我們 後來我知道 原來他從小時候經常被人打 所以他裡面有很多憤怒 我就明白了 為什麼他會罵我們 我憐憫他 善待他 那些跟我曾經 譬如我講到那個對我 第一個侍奉 攻擊我的傳導人 我到現在都有跟他聯絡 我都盡量可以的時候 我都盡量去善待那些曾經對我不好的人 我曾經在傳統教會 而受迫迫 有一個人是特別的主角 我都祈禱了神 有一天給我見到他 跟他說一些祝福的話 或者神 祝福他 以至他將來見到神的面 神是稱讚他的 就是他跟著聽神的話 以至他得到神的稱讚 我都會這樣祈禱 讓我的心 是有祝福他的心 而我們不搖書人 亦都得不到搖書 這個是警告 這個是律法 我們看的時候 希望大家明白 這個是律法 就是說我們不搖書人 天父都不搖書我們 我們都有這個動力 但是我希望大家搖書人 不是因為 只是因為我不搖書 神就不搖書我們 而是說 神搖書我這麼多 我這麼多次不聽話 神都搖書 我就很樂意去搖書人 那人容易敏感 有什麼地方容易敏感呢 人家比自己厲害 有時候就會很疾度 很不舒服 他比我厲害 很不舒服 或者別人說 有人說 有個人比我好 又覺得不舒服 或者別人比自己更被關顧 像這個圖畫那樣 那個新的寶寶 媽媽很喜歡他 他就說現在沒有人疼我了 這些就是人的缺乏安全感 就會出來了 以及別人忽略自己 或者別人提議自己改善 即忽略不理自己 以及提議怎麼改善 或者比較 這個人這麼厲害 我自己什麼都不行 這些就是比較 神給我這個德性五部曲 希望大家記得 我們先讀紅色的字 留意 破壞性 聖經觀念 祈禱選擇 是什麼 留意 我被人影響了 我留意自己被人影響到 我留意他現在在影響我 第二 我給他影響一定有破壞性 第三 聖經觀念處理 就是聖經叫我怎樣做 我怎樣不被人影響 這個就是聖經叫我怎樣做 然後我怎樣做 那就是說 聖經說 有爺爺幫助我 我必不懼怕 人能把我怎樣做 誰能敵擋我們 因為聖經說了 沒有人能夠敵擋我們 這就是聖經的觀念 就是我可以放手 祈禱了 求神赦免 因為我被人影響都是罪 凡是不達標就是罪 做不到愛神、愛人 做不到愛自己都是罪 自己的煩惱都是罪 因為不懂得愛自己 祈禱求神赦免 和給我力量 我就刻意選擇 不要介意 但你選擇不介意 待會又再介意 所以要重複重複 不要緊 一路想回耶穌怎樣愛我 耶穌怎樣祝福我 不要緊的 神為我開路 我能夠幫到人 神喜悦的 這個人說的話 不真正傷害到我的 那希望大家 重複應用 應用到你的心 鬆了 開心為止 這樣呢 你就能夠越來越喜歡神 哇神真是好 神是醫好我的心靈的 神是幫我的 那討神喜悦 不是被人影響的 就是說 我是討人的喜歡 因為得神的心 我到底是我的生命 是不是要人喜歡呢 譬如事奉有時 人未必喜歡的 有些人不喜歡的 但是我始終我喜歡神 神一定喜歡的 OK 好 那我現在呢 暫時休息一下先 有沒有問題想問呢 有沒有問題想問呢 因為這個主題都幾 啊 就是 觀念就很簡單的 觀念基本上是什麼呢 在神的愛裡面 得到神的安慰 喜樂平安 垃圾不要吃 所有人的負面的東西放手 自己有做錯認錯 但如果沒有做錯 我不用吃他的垃圾 基本上就是這樣 吃好東西 不吃垃圾 不要放在心上 但是呢 對很多人來說 是頗難做到的 我只會睡覺